Halloa 我是阿冠 今天要介绍 Enigma of Saviour Enigma of Saviour 是一款放置的动作游戏 玩家将来到虚空之城与众多的动漫人物一起 击败受到诅咒的美丽女神 游戏的玩法就是放置类型 玩家可以将角色放上阵容 在开始之后角色就会自动战斗 也会自动的使用技能 如果是一些特别的角色 在技能上面也会有特别的动画 另外在战斗上面 有些角色有联系的效果 当两个人同时上阵 就会有特别的合体机做攻击 除此之外 游戏也有多样的玩法 像是特别的副本 或者是与其他玩家的竞技场 游戏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多元的角色 每个角色都与线上的动漫角色有一点相似 只是在性别上面有所不同而已 目前游戏是海外上市 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了我们要开始 今天玩这款游戏 这名字有点难念 大概就是叫做虚空之谜 或者是叫做其他名字吧 他这里有写 但是有点难念 我这里就先不念 那这款游戏的话 有点可惜 他目前的话是海外上市 我们先试看看 然后三个 你要成为海上呢?火之火影呢?还是蔬菜人? 好蔬菜人嘛 那游戏其实在国外还蛮 有点小轰动 等我一下 应该是那个人物的部分啊 有点特别 那人物其实基本上都是抄袭一些动漫 但是他要做改变 所以就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不算版权啦 但是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他有抄 好我们现在试完看看 这是有点放肆类型 右边这个人呢 应该很像是JoJo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左边的应该就是悟空了 对吧 左边这个应该就悟空没错了 他叫做悟空 跳舞的 然后有合理器 好好笑喔 当初那个 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蛮好笑的 还有我们跟上这个教学 好招募 而且他的名字为什么不让我那个啊 可恶 得到一个新角色 但老实讲我不知道他在学谁啦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也是有有学啦 他基本上里面的人物很多都是 就是在学别的游戏 所以就是大混杂 那现在很多很多游戏都这样子啊 就是 你知道学嘛 学也不犯法嘛 就不要整个都抄就好 就不会被人家抓到嘛 好我们看一下这什么第二关 嘿嘿嘿 那个人为什么用的是什么雷切子 不是 他是佐助吗 他是佐助 我跟他竟然讲成雷切 欸对啊卡卡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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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后来他有学的一个 算了啦算了啦 等下等下会被人家嘛 说你不懂活影还敢讲 武空 呵呵呵 不行太好笑 来第二场考核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谁了吧 好啊 橘头发双刀 嘿嘿 但这个真的也不能讲 他长头发 那这兔子是谁 可我觉得这种这种游戏啊 有时候就只是玩个旋杠 你就 就棄友了 这个人就不知道谁了 我们看一下他谁 别忘了领取你的奖励 别忘了对英雄进行培养 别忘了对英雄进行培养 他竟然想说 EVEN THE LOSER 他说基本上 连LOSER都会培养就对了 我们武空已经30级了 艾罗 出酒 出酒 现在还在教学吗 开启新功能 后面我已经不知道 他在学的是谁了 看一下成长道路 反正就一些基本的那个 我发现他的技巧了 他就是把人物换性别 换性别之后你就不会被 因为你就会说 诶那个悟空是男的 我这个是女的 而且是跳舞的舞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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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次招募了 来看一下十次招募 喔有三个SSR喔 三个喔 这个是谁 为什么只有两个 刚才不是三个吗 我觉得那两个好像固定的耶 AFCP还结束了 再进化150次 明日可以得到什么东东啊 内波佐 天才忍 可以操控雷电 啊危险你太好笑了 啊这个又是谁 这个我就不知道谁了 我相信应该也是其他的那个 好那我们就 这个什么东西50啊 抽奖直接得50吗 会不会太多 还有在线奖励 这还有一个欧皇千抽 玩家30关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相对应的 喔30关那我们要不要先过关呢 还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耶 R级的还想叫我那个 我要这个 哇直接到29级 那还有谁可以用 其他的都是R级啊 诶这个这个这个 诶谁是R 没了没了 他的等级 直到26就不够了 好我们三个人就够了啦 诶他怎么没有那个 没关系直接FY 四个人吗 是不是少一个人啊 怎么都没有使用技能的画面啊 诶有了 基本上以上累积能量才可以使用啊 谁是补师啊一直补 很强诶 等一下啊 看一下有一个更强的角色可以上 上升哪一个啊 正常来讲一定是要让他突破 啊不行啊他也不够 诶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诶先让我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可以 他在打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玩我们的 拥有更强的英雄可以上阵 诶为什么我的那个 在这里啊布阵啊 少了这个 难怪我找不到 哦有六个人哦 原来是六个哦 原来是六个人啊 我以为只有五个人 我找不到那个 排名布置的地方 这种放置游戏啊 会比较花时间 但是又不花时间 就是他可以一直这样打得很快 后面好像有一些合体攻击 雷梯伞 哈哈哈哈哈哈 我终于知道他是谁了 开启新功能 来成长之路 来我们看一下去一下虚公神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什么欢乐 有这个 小游戏啊好了 我们把它当作小游戏好了 好确定 就得一些奖励而已啦 然后收集东西越多 就可以得到越多的奖励 你看我们邮件啊没有 只有一些可怜的奖赏而已啊 心服 啊我们要到三十几才可以哦 我们先来一个十连好不好 先来个十连 哦 是的 这个是SXR Joker 这是什么等级的 一样是蓝的 哦这个是SXR耶 啊其他都碎片啦 三十集之后可以选一个耶 直接跳过 直接跳过 这也好像一个人哦 好像什么百万亚瑟王嘛 剩这个很像精灵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吧 来继续 其实玩法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吧 我认为应该就差不多这样 快速战斗 诶有快速战斗 冒险通过15关有快速战斗跟 这个副本 我们现在第几?第13吗 还差三关 还差三关 好像赶快把他快速了 应该暂时都还是可以很轻松的过关 因为前面还是把我角色都涂到30级嘛 29级 来最后两关吧 最后一关 好即将开启快速战斗 好 跟黑玉 跟副本 等下来看一下 OK 应该是完成了吧 好 这有一个快速战斗 我觉得这快速战斗 应该就是那个放置奖励啦 然后好像开启了装备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格斗场 跟舞蹈大会 我就感觉好像还好啦 还可以啦 勉强啦 这是一个强大的副本吗 类似PK或者是副本 类似PK或者是副本 我们现在的战斗力是1万 武功 武功 还有很多耶 什么加工厂啊这些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顶一下 我们先培养好了 因为好像要到13关是不是 我们就是先把能培养的培养上去 其他的 其他的不重要 没有 不要不要不要 身心不够 装备勒 60级才有装备 那跟他打到就不算了 直接开打好不好 直接开打 他已经一直在打了 我们现在在第18关 那等一下我们打到第20关的时候呢 就会有 新的活动 那我给他领奖力 诶 有一个十连 那其实应该可以跳掉吧 然后按到组成 我们先把一些东西零一零 然后再培养一下人物就可以玩了 其他关卡 鼓励大厅 那刚刚那个千抽这个到什么时候啊 第一轮到30关了 好 那招募大厅我们自己抽好不好 我自己抽 我自己抽 好 等一下这个人怎么那么像 哈哈哈哈 啊 好好笑啊 好 诶 有一个SSR诶 那我们可以把SSR再把它排上去 用 诶 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啊 诶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两个SSR 这个 还有一个在这里 哈哈哈 不行太好笑了 這個太好笑了 然後我們來 等一下 剛忘記在那個英雄的部分這邊可以佈陣 看一下 然後29 這個嗎 然後把 戰鬥的角色移到前面去吧 好好好 可以了可以了 來 GO 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他的氣都擠不滿好奇怪 水 這樣 放馬上來 嗯 我 火